现在正是金桔上市的时候 今天我买了两斤回来 先把这些地头掰去 加两勺盐搓洗一下 再用清水多洗两边 洗好了再切成薄片 金桔的籽是不需要去掉的 切好了装在盆里 再加入一斤冰糖 把它们搅拌均匀 先腌两个小时 金桔我们泡了两个小时 已经泡出了很多汁了 我们换一个过来熬煮 这是熬了一个小时 你看金桔已经熬得很软了 还要继续熬 中间要不停地翻拌 我熬了两个多小时 这里水分已经全部熬干了 金桔熬得很稀烂 现在就可以关火放凉 我们的金桔已经放凉了 你看已经变得很结实很硬了 这样子直接吃或者说泡水喝都可以 找个干净的瓶子装起来 平时喉咙不舒服 弹瓢多的时候呢 可以沖水喝 大人小孩都可以吃的 也可以当做果酱 刷在面包片上吃 密封起来放到冰箱里冷藏 放半年都不会坏 喜欢的话可以试一下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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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